许多人没意识到 中国正迎来两大回流 风向果然变了 第一个回流 外资回流 商务部公布了今年1月实情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76.9亿元 同比增长14.5% 要知道去年这个数据才1022.8亿 同比增长11.6% 这意味着 随着中国市场放开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更浓厚了 中国市场正成外商投资新业的热土 第二个回流 外企回流 前两年 不少外媒炒作外企正在撤离中国 结果最近消息显示 大众 奔驰等数十家外企巨头的CEO或高管 正陆续前往中国 下个月 苹果CEO库克 辉瑞CEO爱博勒 还将参加中国发展论坛 这些外企高管的举动 既彻底粉碎了一些外媒的幻想 也彰显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近期就连播音 ESML都已经表示 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能去到别的国家 投资和建厂的 绝非等闲之辈 就像国内走出去的大企业 也基本是十巨头 外资外企 看好中国市场 自然有它的道理 这一点在相关数据上也有印证 今年春节全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亿元 同比增长30% 奢侈品消费上 合肥一路一位登门店单月销售破亿 春节到元宵节期间 我国黄金消费同比增长18.2% 专家预计 今年有望突破1100吨 除了这些宏观数据 代表线上消费的电商财报数据 同样有说明力 就在今天 国内平台唯品会纷纷发布了2022实情 全年净营收1032亿元 Sleep活跃用户数创新高 其推出的新锐品牌计划 帮助了51个新锐品牌销售额 实现同比增长100%以上 这些数据 纷纷将中国市场的潜力和韧性表现了出来 许多外媒已经开始发生了 法国古典音乐电台表示 中国的复苏给法国公司带来了希望 越媒月通设则称从一月以来 越南对华水果出口大增 环比增长30%至50% 韩媒中央日报更直呼 别国CEO都去中国了 韩国不能只看着 外媒的发生 是中国加快复苏的体现 意味着新的发展以呼之欲出 智囊全集 智囊全集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谋略智慧总集 号称小资质通业 书工讲的全是怎么做人 怎么主事 怎么沟通 怎么博弈 怎么防身 都是古人经验智慧的结晶 有时候你感觉缺少机会 实际上是缺少智慧 读智囊 你也能做一个 有智慧 有思维的人 请不吝点赞